欢迎收看本期《笑张有话说》 1938年5月7日 一架北有青天白日图案的中国战机 深入已被日军占领的南京上空 飞机避开日军地面防空炮火 直奔南京市郊的紫金山 这架飞机在中山林上空盘旋三圈后 投下一束白玉栏 这架孤身深入敌人领空 单机盘旋击败国父林寝的战机 就是国军所装备的美制P-36战机 此外,这款战斗机 也是曾担任中国空军顾问 和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 在中国的座机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走进这款拥有众多传奇色彩的美制战斗机 看看抗战期间 它在国军空军中服役的表现 P-36战斗机 又称为鹰-75型 是美国科蒂斯雷特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 所研发设计的一款战斗机 同时这款战机也是西方首批全金属 可伸缩起楼架单翼机的开创机型之一 P-36战机的问世 开启了美国战机设计的新篇章 人们更为熟知的是P-40 就是在其基础上改进的 因为P-40同为二战期间 在中国空军服役参加抗战的战斗机机型 所以我之前讲解过这款战机 相比于P-36 P-40战机是被大量列装的主力机型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在我频道主页内查找观看 P-36战机的设计研发 是由飞行工程师唐纳文 早在1934年就开始了 这是一款全金属机身 封闭式驾驶舱 第一单翼 可伸缩起起楼架的全新设计战机 飞机机身长8.7米 翼展宽11.4米 翼展面积约为21平方米 高度为2.6米 飞机空重为2760公斤 正常起飞重量为2560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为2732公斤 动力方面 P-36具备一具可提供1050匹马力功率的 惠普气冷式活塞发动机 最大速度可达500公里每小时 巡航速度为432公里每小时 最远航程可达1385公里 武器方面 最初型号在机头配备有一挺.50和一挺.30机枪 后期型号改为两挺.30的M1919机枪 P-36有多种衍生型号 其优秀先进的性能 也成为当时国际军火市场上的主力产品 P-36战机与它的衍生型号中大约有四分之三 都被卫销到世界各国 包括阿根廷 巴西 中华民国 法国 荷兰 等 中国所引进的P-36外销型 主要分为鹰75H和M两个型号 鹰75M是H型的量产型 所以两者之间发动机性能基本一致 而武器方面则是装备早期型号的一挺.50和一挺.30机枪 中国空军所装备的P-36与美军自用版本最大的不同 就是使用固定式起落架 这就限制了飞机的最高时速 中国总共引进了32架P-36战机 包括刚才提到的鹰75H和M两种型号 1937年8月25日 当时科蒂公司为了推销自家的P-36战机 特此前来南京参加飞行表演 由于表现出色 送美龄后出价3万5千美元 将表演的P-36战机买下 其中一架是专门送给陈纳德做坐机用的 陈纳德曾在抗战前期的诸多战役中 亲自驾驶P-36前往战场上攻侦查 飞行表演所使用的飞机是P-36的鹰75H 及外销原型机 而且是不配备武器 所以只能当作侦察机使用 1938年中旬 中国正式从美国引进了一批30架的鹰75M型 及P-36的外销量产型 这一批30架的P-36战机被编入到第16、18和25中队 其实就中国究竟引进了多少架P-36战斗机 一直是有争议的 就连科蒂斯公司自己内部记录都是相互矛盾的 比如在科蒂斯公司最初的出售报告中 就表明算上之前飞行表演所购买的 一共为32架 但是在1940年代末 科蒂斯公司的报告中又记录为80至110架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32架的数量 因为按照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战斗机中队 满边为9架战机来算 那么装备了3个中队就应该在27架上下 在包括T5和秀旅所用的额外飞机 32架的数字是与现实相符合的 在1938年那批购买的30架P-36来华之前 从飞行表演上购买的P-36外销原型机 在松户惠战中作为侦察机使用 由于这些以外销展示为目的的原型机 并未配备武器 所以仅仅作为侦察机 并未有与日机作战的记录 1938年蒋介石命令第25中队飞行员汤补生 驾驶一架P-36从汉口起飞 前去摇记日军占领区内的中山岭 就这样汤补生驾驶着P-36战机 单击深入日军占领区的上空 按照预前规划的路线 尽量避开日军的地面防空火炮 对于占领区内的南京市民来说 看见一架已标有青天白日标识的中国军机 无疑是振奋人心的 很快 汤补生就飞到了中山岭的上空 在国父顶请上空盘旋三圈后投下一束白预览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孙中山 1938年中旬 所承批进口的P-36外销量产型 开始整边列装进战斗机中队中 首先装备的是第25中队 在试飞过程中 中国飞行员发现飞机性能 比如在航程上 并没有向美方宣传的那么好 可迪斯公司知道后 派出专家小组来华 后证实是中方机械师 并不熟悉飞机造成的技术问题 在发动机的问题解决后 飞行员依旧发现 此款飞机降落时不太稳定 这也就为后来的战损埋下了隐患 1938年8月 第25中队负责衡阳地区的空防 18日27架日机来犯 国军三架P-36和七架E-15起飞迎敌 空战中击落机商日机各一架 国军一架P-36也被击落 飞行员汤姆布生阵亡 另外两架P-36也因为故障问题 而被迫返航 在降落途中坠毁 8月24日 第25中队移防至广西柳州 9月18日日军轰炸柳州机场 在地面上分别被炸毁炸伤P-36各一架 之后第25中队返回湖南 与第16中队一起驻守在芷江 11月初日期空袭芷江 第2516中队的P-36一同升空营敌 此战国军击落日机 两架机商一架 但自身有一架P-36被防空火炮击落 因为战损和技术原因迫降造成的事故 第25中队驾驶剩下的5架P-36到重庆移交给第18中队 这些从第25中队新补充的P-36 使第18中队可以填补之前在昆明地区空战中的战损 这样一来第18中队依旧是一个满边P-36战机的战斗机中队 之后负责重庆的防空 除了空对空的作战记录外 P-36战机还有空对陆的作战记录 1939年末至1940年初的昆仑关战役中 6架P-36战机在南宁发现了大量的日军重炮和击中地面部队 随后国军战机低空飞行使用机头的两艇机枪扫射地面上的日军 日军损失惨重 从而延缓了日军进军昆仑关的时间 1941年末日军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随其美国对日宣战 随后因为租借法案同盟国获得了大量美援军火 其中中国就获得了包括大量美支战机的援助军火 新式的美支战斗机P-40也就慢慢取代包括P-36在那里的很多老旧机型 到了1942年 大部分剩下的P-36战机都被改为教练机 只有第三大队仍然使用P-36负责成都的防空 这样看来虽然P-36战机有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但是依旧被抗战中前期的空军频繁使用 作为新一代全金属单翼战斗机 国军对其的列装也有着重要的装备更新换代的意义 相比于其他国军所装备的双翼和老旧单翼战斗机 P-36算是更先进的战机了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支持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见